我非常之榮幸有這個機會 和嶺南大學有一個十五年的關係 我最初由政府委任我去嶺南大學 作為一個校董會的成員 到後期我由成員作為一個師傅 到師傅到一個副主席 到最後做主席 總共有十五年長的時間 當然在十五年的時間當中 我非常之感受到 有嶺南大學的感情 因為除了老師、同學、畢業生 還有辦學全體 其實每一個人都是為了嶺南大學 出很大的分力 這個感情我非常感受到 而當中這麼多屆的 無論是學生、教職員 甚至是我們校董會 其實同學今天還在保持這個關係 嶺南大學作為一位大學後的校長 每一任我都是認識的 當然我進來的時候就是陳芬耀校長 到後期我們就去找陳玉樹校長 我也有參與在輪選的過程 鄭校長也是我自己有親身去輪選的 過程當中我對這麼多位校長 是非常有自己個人的感情 也都在嶺南大學 在這段時間當中 我們其實都做了很大量的工作 我們由學校去擴建 幫嶺南大學籌款 去建建新宿舍 令到我們大學可以 今天可以為全香港唯一所大學 能夠提供 以比來說最多的宿位是給所有學生 所以每一個階段當中 過去這十幾年 我自己都有親力去參與 當然在這麼多東西之中 對我自己而言最大的 有一個直接的欣賀的感覺 就是學生 其實嶺南大學給了很多東西給我 因為正正就是嶺南大學的畢業生 其實今天是我們公司的 一個主要的生力軍 而我是繼續每年都在這裡 請回嶺南的畢業生 來我們公司做事 所以無論是對我來說 我認識了很多朋友 認識了很多教職員 校董會的成員 他們永遠都是我的朋友 那麼嶺南的學生 也都是對我來說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我公司的一個支柱 所以我非常感謝嶺南大學 也非常在這裡 這一個機會 就是恭喜他五十周年 我希望大學繼續發揚干大 做得更加好